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分享生活艺术 唱谈健康人生 张玛丽 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嗨 再次讲早晨 又回来我们美丽人生 张玛丽 刚才跟大家讲 如何可以栽培自己的十元仔 一个很优秀 典雅 还有有风度 有修养 甚至有礼貌的小孩 我讲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 一定要学会煮饭 很多人觉得煮饭没用 但是很有用的 你随时款客都不同 做过住人家 接着就是学开车 给你多一点的自由度 第三件事就是 一定要上正规的大学 第四件事就是 我们一定要多一点 去扩阔自己的视野 可以有知识 人的心胸就会阔 可以开心很多 接着就是第五件事 跟大家讲的就是 如果专家说 你只剩下两盆水 一盆你可以留回来喝 煮了它喝 另一盆 就一定用来洗干净你的臉 听起来好像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洗臉呢 其实就是说 一个人一定要有体面 还有还有一个东西 就要洁净 其他人的洁净 不只是在外面洗干净你的臉 其实意思寓意就是说 我们要守洁心情 对吧 其实这样的人就怎样 就坦然了 对吧 就坦荡荡 很不同的 还有你的自信心都会在 好了 第六件事就是说 就算天塌下来 多大的事 多不开心也好 很多人就会抱怨 怨这个怨那个 与天由人 其实是不是不可以哭呢 不是 就是人遇到挫折 不开心 伤痛的时候 是可以哭的 但是记住一件事就是 有时真的 那个处境 是没得改变的时候 比如说 人去到那么上 一定有生离死别的 到你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不要太过伤心 因为如果你太过伤心 第一件事 令爱你 爱爱你 关爱你的人 他们很心痛 又令到那些 很不喜欢你的人 就会很得戚 真的好 激到你了 或者令到你伤心了 所以有时 我们自己要懂得如何 爱自己 多点关心自己 好 第七件事就是说 就算我们是 吃一些 可能是一些 国内 或者是一些家乡饭来的 就算我们吃一些 是多么粗糙 便宜的饭 即是豬油拌饭 什么猪油拌饭 也好 我们都要把餐巾 很典牙地 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即是说 简陋的生活 我们仍然都要 觉得它是 讲究的 对不对 即是有class的要限 所以风度 其实跟困与 没关系 即是跟困境 和遭遇没关系 我们一定要做个 有风度的人 好了 接着第八 就是 当我们去到 很远很远去玩 什么成人 现在个个就怎么样 不带相机的了 就算带相机 带手机 发觉到 我们都不会带一本 寶啊 譬如我们很喜欢 叫做journal 即我们很喜欢 带着一本寶 有些笔 有时我们会速写 有时我们会怎么样 速写不一定是 很快地写字 而是我们会是怎么样 画些画 因为你知道 每次我都说 去一个地方 你说我去过巴黎 我去过印度 去过哪里 其实你去过 只不过是 它一年四季里面的 一季里面的 其中两三天 或者甚至一个礼拜 所以有时 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 风景可能都是一样 但是 看风景的时候 心情就比必一样的 对吧 所以画面和情感 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其实时时都会不一样 好了 第九样东西了 就一定要有 属于自己的空间 其实我们经常都教人 要经济独立的 不管你怎么都好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 像一个避风港 就是有些时候 真的有些不开心 或者有些遇到一些事情 在家里面 或者你想出去泡气 你要有一个地方 是你可以抒发你的情感的 对吧 当你很浮躁 或者有些东西 你想静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自己 一个独立的 就是思想 和休息的时间 给个心可以 很安静下来 所以有时我们真的 我们很多说自由 其实和你的经济能力有关 所以学识怎样呢 就是我们常常都说 存钱 对吧 然后就是存本 到时你就可以有 很多的选择 给自己的生活 就可以欢阔一点 还有就暢心一点 好 第十样东西了 身份子有时 要有见识的 见识的时候 我们长大的时候 就一定要有经历 这个小朋友 才会精致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 他有经历 他人才会成熟 对吧 所以有时我们 如果自己没有这些经历 都好 可以看一些名人传 或者别人的经历 看多些电影 比如好像最近有一套 The Father 其实就是了 香港人也做 爸爸不要老 就是我爸爸可以不老 其实这些都是长知识的东西 是让我们可以学习到 别人一些成功人士 他们做事的方法 好了 第十一就是 无论什么时候都好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人 是一个善良的人 be kind to others 我们要那个kindness 很重要的 就让你成为 人家的祝福 是不是 他说未必是财富 权势 这些 是令到人家会佩服你的 但是如果你的人 是很仁慈 很容易关害人家的话 那就很不一样了 是不是 好了 接着下来就是笑容 原来我们很优雅 很自信 那种给到人的感觉 那种亲和力很大的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的 是不是 很孤寒的 经常扁罪的 是不是 当你自己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懂得和别人分享 而将那个喜乐 和平 那种东西带给别人 那又很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其实每一次我们都学很多 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 去和别人分享 刚才我和大家说了这么多 我一间再重新 温一温 还有我自己觉得 就是很重要 小朋友一定要学游泳 这个是求生技能 比如很简单 有时候你和朋友去玩 是不是 或者是出海 甚至到有时候你去旅行坐船 哇 好可不可以听 真的有些什么危难的时候 哇 你都起码可以救到自己 不得只 也都可以可能救到别人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游泳 就是第十三样东西 就是我觉得 一定要学会一些救生的技能 除了游泳之外 我就和朋友说 其实很重要一样东西 就是你那种求生的本能 就是很多人是很不适应的 你明白吗 很不适应 当你不适应的时候 你去到一些环境里面就很糟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第十四项 就是一个求生的技能 还有就是安于那个 就是有所谓危机感 但是又要很安于那个环境 就知道是这样的了 然后你想这个方法去脱险 或者是去给自己有一个平安的心 有一次就和一批人 就和孙明会 就去到非洲一些所谓战地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不是应该去那些战地地方 但是既然你安排了 我们又不知道是那么危险 那去到的时候 晚上睡觉 外面就站了兵了 我们几个女士 就是一间石屋 另外那些男士 又另外一间石屋 我们四个人一起 有李乐斯 有龐曹圣玉 另外还有一位女士 就是我 那其中有些人 我就不说哪些 就是睡不着了 就是很害怕 因为这些都是战地来的 老实说 不知道会怎么样的 那很不平安 但是后来就怎么样呢 我就和他们一起 就拔掉那些 他们有两三个人的房子 在那个人的石屋里面 我们拔掉那些床褥出来 就大家铺在一起 你知道齐心就是力量 那我们一起就在那里睡了 然后呢 就我还脱了我自己的十字架 就给这位女士 大家一起祈祷 好奇妙地 真的好似奇缘土 就一阵凉风 你知道非洲多热的了 那大家就好自然 就这样 就是四个人 就睡在那些床褥上面 一睡就睡到 翌晨7点多 就是有时很有趣 就是那种 从上而来那份的平安 其实有时我们要学的 因为呢 我们要处遍 不经不得知 但又不可以 没有危机感 这个也是重要 那另外呢 第十五样东西 我就觉得 教室女士有计划 千万不要见步行步 有时需要 见招拆招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计划 人生没有计划 你就好像 盲头乌鹰 那样乱撞的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 我们一日之计 就在于神 一年之计 就在于春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 有梦想 有计划 但是又要有行动 对不对 这样我们才可以 梦想成真的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有些很高尚的 还有给到神文仔 一份很大的喜乐 人生好像很有方向 有很多方式 那我今天讲到这里 找了一首歌 祝福大家的 张学友的 希望大家都是 父亲至快乐 时时梦恩 每日都是 活在平安健康里面 拜拜 不要问 不要说 一切尽在赴言中 这一刻 围着烛光 让我们静静的度过 摸回首 摸回头 当我唱起这首歌 怕烛火 泪碎轻轻的滑落 远行走 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伴你走 伴你走过每一个城下就懂 继续走 继续忧愿 人生难免哭一通 失去过 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永远 情难舍 情难舍 人难留 尽早一别 隔细都 冷和热 点点滴滴在心头 远行者 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伴你走过每一个村下秋冬 我想你别 你别 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 不会太耀眼 若有 有眼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 从逢在灿烂的季节 Zither Harp 上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多忧远 永远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上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上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远 有远就能期待明天